我們剛剛才查完這個經文 我現在把它總括出來 總括我們剛才查過 讓我們能夠用經文去解經文 讓我們不是直接發揮 而是在經文中發揮出來 羅馬書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節 放請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 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討告 史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 嘆息提我們討告 監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 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好 我們在這個經文裡面 首先我們要做的就是解釋 那個經文說什麼 那個字面解釋的是 我們的軟弱是聖靈幫助我們的 從這裡我們看出神的聖情 聖靈的聖情就是 關心、體貼、接淋我們 所以他會不計較我們軟弱 依然去幫我們 而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討告 這個其實我最初就講了 有個疑問點 疑問點不是疑問的經文 為何聖靈說我們不懂得祈禱 很多人都認識了 天父幫我們救我們 但我看後面 我看得到原來他所說的意思 不是說你懂不懂用字眼來祈禱 因為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們討告 聖靈的一種不能言喻 說不出來的意思是一種意念 他不是用字的嘆息替我們討告 這個經文所說的 是我們基督徒 由經驗去明白 它到底如何發生 聖經有些經文 我們是要由經驗去明白 譬如人若不重生 那你未重生過 你不知如何重生 你是由你的重生經驗來明白 重生這件事 所以這個經文所說 或者聖靈將神的愛 我們沒有經歷過神的愛 就不會明白 怎樣發生的呢 所以這些經文是 我們的經歷是會 證實這件事是有發生的 因為有很多人都會有經歷過 聖靈在裡面那種感動 說不出來的感動 他又不是說話的 不是說給你聽說話 而是你的心裡面 就在這裏 譬如說知罪 在裡面很哆哆 很不舒服 你自己怎樣解釋 提那個人先說 我衰後 不是我衰 而是他衰 我們會嘗試用不同的解釋 但裡面的那種感動 說不出來的一種感動 或者他將他的感覺傳遞 聖靈也有說到 聖靈為我們擔憂 所以聖靈也有為我們憂傷 當我們犯罪 他就會傳遞什麼呢 聖靈也不是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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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也傳遞 神對於罪的不安 或者神不起緣 犯罪 神在心裡面是憂傷的 他就傳遞這種感覺 他就為我們這種討告 即是說我為這個人很憂傷 他犯罪 這個說法的坦釋 聖靈跟著下面的眼七節 是說到 監察人心是天父 因為他曉得聖靈的意思 所以這是天父 不是聖靈監察人的心 就是天父監察人的心 曉得聖靈的意思 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 替聖徒祈求 即是聖靈照著神的心意 為聖徒祈求 那他這個聖靈監察人的探釋 是天父會曉得的 即是會達到天父那裡 我只是問一個問題 到底這個討告 是否只達到天父呢 與我們有沒有關係呢 由我們的經驗 我們就覺得 因為我們真的會感受到聖靈的感動 所以這個 這個探釋是我們感受到的 而且 如果是我們感受不到 即是譬如這樣 有個人為你祈禱 我們感受不到的 有個 某特英姊妹為你祈禱 天父幫助 我們未必能感受到的 你按手祈禱就是 即是有人為你代討 即是你可能會感受到 如果你很敏感聖靈 可能會感受到 但很多時候 我們未必知道 有人為我們祈禱 但聖靈為我們祈禱 我們是會感受到的 所以這個 即是他只是用一個討告 他達到天上 他沒有經過我們 但是這個聖靈的說法出來的探釋 由我們的經驗 是覺得這個經文的解釋 應該是講到 這個探釋都絕對給我們 即是我們感受到聖靈的心意 而在我們的實際生活 我們是經歷到這件事 我們犯罪 裡面覺得不安 即是聖靈為我們祈禱 他發出這種不安 我們裡面不安 然後我們就會 然後被聖靈帶領 懂得祈禱 懂得知除 如果不是聖靈帶領 不懂得去悔改知除 即是這個曉得 怎樣討告 就不是說 我們不懂用什麼說話 即是不是說 求天會赦免 我不懂得說 即不是說 個個都不懂得說 是聖靈教你 才懂得開口 這裏 我覺得 在經文所講 是講到 人懂得用什麼心 來跟他親近神 但是當聖靈在我們裡面聖功 我們就會懂得 會悔改 或者是 譬如那個人有沉重 聖靈就會傳遞 可以倚靠神 不用揹著淡子 當這個人回應聖靈的聲音 他就倚靠神 譬如他一直很煩 我們有時候很煩 有時候又會有這樣的感動 祈禱 親近神 放下重淡 接著我們就感受到這個意念 但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出來 但有個意念傳遞了 於是我們就回應了 天父說 我放下重淡 求耶穌幫我 這個討告不單止去到天父 亦都透過我們 感動我們 讓我們改變 然後 跟著 監測人生的天父 就曉得聖靈的意思 最後 又說聖靈是照著神的旨意 替聖徒祈求 即是說 原來聖靈為我們祈禱 祈禱的時候 其實都是照著神的旨意 即是老祖已經有這個心意 要祝福這個人 釋放祂的罪 釋放祂的重淡 聖靈會照著天父的意思 為聖徒祈禱 祈禱的時候 那個無言的嘆息 又會感動這個人 又會去到神那裡 神又曉得祂的意思 我們從這個經歷 我看到幾件事很特別 第一 就是聖靈很關心我們 很體貼我們 第二 聖靈是帶著我們走的 甚至討告一件 我們認為我們每天都做的事 都是聖靈帶著我們 何況是我們很多的行為 因為在《腓立比書》二章十三節 一個參考的經文 就是說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就是我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即是討告也是 我們會幫人 會關心人 全福音都是神在我們心裡運行 來成就他的美意 當我們有這個軟弱 有這個需要的時候 聖靈就會在裡面做功 我形容是怎樣 曾經有醫生跟我們說 我們那些病人 很多時候醫生會鼓勵咬東西 嘴咀吃東西 不要只是喝奶 因為喝奶沒有嘴咀 那些胃腸不懂得回應 原來我們咬東西 是會令到腸胃做功的 這裏我想說 當我們有軟弱 聖靈就做功了 我有這個比喻 咬就會產生果效 腸胃就會做功 而當我們有煩惱 有困難的時候 有軟弱的時候 或者沒有軟弱的時候 聖靈 其實這個經文 軟弱是其中一個情況 其實聖靈在裡面說不出來 嘆息吐告 也不只是軟弱 當人剛強的時候 聖靈又會發出一些 祈求福興 祈求天國更大的臨在 即是說 當這個人有軟弱 或者困難 或者什麼事 聖靈就會去引發 聖靈造功也會引發祈禱 互相引發 這個困難又引發聖靈做 聖靈祈禱 他又引發他這樣回應 接著又去到天父 其實原來一早都是天父 所知道的 是天父的計劃 讓我們看到 原來天父跟我們這麼有關係 所以每一次 當我們有心祈禱 多謝天父在這裡做功 我會悔改 我會關心天國的事 我會關心人 感謝天父 神在我裡面做功 即是我們都在裡面 原來跟天父有這麼有相連 這個經文 讓我們看到 我們的感覺跟神有相連 神的感覺傳遞給我們 聖靈的感覺傳遞 那種相連是很密切的 所以有些人說 留意不到聖靈的聲音 我們就留意 留意什麼呢 犯罪的時候的聲音 接著看了聖經 你有這種心 想遵從神的那種心 或者裡面自己有種自發 想服侍主 想祝福人的那種心 都是神在裡面提醒我們 或者神給我們這些意念 幫人 都是神在做事 當我們越留意這種聲音 將來神說話 我們就很快就知道 即是知道現在是神在提醒我 將來也會知道 什麼時候是自己的情慮 哪個時候就是神的意念 哪個時候就是人的情慮 人的罪聲 其實當人會去愛神 都是聖靈混合 所以當你每次說 我要全福音 我要做什麼 都是聖靈一邊感動我們去做的 又不是說變成我們是機械人 而是兩個一起合作的 不過這個合作呢 神就是大哥大 我們就是小朋友 祂是帶著我們走的 祂一邊帶著一邊感動我們 我們接著要回應 越是回應那個 越乖那個 神的祝福就越大 越是不聽話那個 神的感動就越小 所以這個經文 都可以很大的發揮和應用 應用在我們經常留意神的聲音 於是我就時時去回應神的聲音 去聽神的聲音 他所感動的 我們就去做了 鑑察人心的 到底這個鑑察人心 是跟鑑察人的軟弱 還是鑑察 曉得聖靈的意思呢 在中文就 這兩句好像是兩個句子 在英文就比較清楚 英文就說什麼呢 他會尋找人的心 在人的心裡搜尋那個 他知道聖靈的意思 所以他特別是說到 他知道聖靈的那個 討過的意思 就是那個 討過的意思 他是說到他知道聖靈的意思 所以這個是 他搜尋過人的心的時候 他就知道聖靈的意思 但是他也包括了 他知道人的軟弱 但是他這裏的經文 的重點是 他知道聖靈的想存是什麼意思 他這裏的 是 這是 是 是